女人外面有没有偷人,看她四件事就知道 现在社会女人出轨已经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有的女人是因为不甘引婚姻的平淡 自己的男人不够关心自己 有的女人天性,水性洋花 喜欢周旋在不同的男人之间 有的只是丈夫长期在外打工 女人生理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 女人出轨有三个地方长夜藏不住 第一,手机 偷人的女人藏不住的几个地方 男人要仔细观察 即便她的手机有了很复杂的密码 她还是很紧张 手机是她沟通情郎的重要工具 尽管她早已清理了和情人的蛛丝马迹 但是由于心虚 所以你碰她手机 她还是异常紧张 第二,注重打扮 如果女人瓶子里大大咧咧 不过分地追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可突然她开始注重打扮 那她一定是起了别的心思 所谓女为悦即者容 她突然的转变 很有可能是为了引起某个人的注意 第三,询问你的去向 非常希望你不在家或者出差 偷情的女人总是在想着抽出时间和情人私会 所以就特别希望你不在家 外出她才有更多的时间去给情人优惠 因为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询问你的安排及去向 听到你最近可能不在家 她可能会不经意地露出笑意 第四,也是最明显的一点 和你发生夫妻关系 不再有激情 她在外面吃饱了 生理需要得到满足 自然对你提不起进来 你如果主动 她也不会明显拒绝你 但是你能明显察觉到 她不再用心 也是像走程序一样 顺便应付 当女人有以上几个表现 男人们别再怀疑了 多半是背叛了你